大家好 今天的人數呢 我們有受到那個季節的影響 尤其是聖誕節前一個禮拜 可能都還在忙著要採購禮物 可能那張list還沒有辦完 最後一個週末 我記得我以前還是在家人的時候 還是居室的時候 這個禮拜這個weekend也是非常精彩刺激的 非常忙碌 像打仗一樣 這個我也很可能 非常瞭解你們現在的一個情況 今天還來的真不容易 好我們上一次 上次講到又無上佛道事願成 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 常能下心的意思就是說 已經發了無上道心 菩提心的人了 他不會有傲慢的心 不會有高人意的心 不會有高人意的心 而他呢 常常能夠 將所有遇到的人呢 能夠都把他當成菩薩來帶 那還要真正踏實的修行 那行於真正 接下來就是在講 什麼叫行於真正 是從禪法的一個角度講的 那這一段呢 那這一段呢 比你 比訣 長身 剝熱 除真 除妄 極見佛性 即 言下佛道成 常念修行 志願立法 這小段呢 就是在講 一個發大菩提心 他最終的一個目標 要修行的禪法是什麼樣 然後能夠真正成就四弘誓願 而將四弘誓願的這個力量呢 能發揮到無窮 無盡 無量的 那他也是一個法門 那這個法門呢 就是發願 然後常念修行 那這邊我們在講 這一小段 離迷離訣 迷跟訣呢 這是個名詞呢 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真跟妄 也都是相對的 如果我們 迷跟訣都能夠離開了 就能夠產生剝熱的智慧 真跟妄 兩個呢 都離開了 就當下可以見到佛性 就成就了無傷的佛道 通常我們都會覺得 要離開迷 希望能夠覺悟 那覺悟的目的是希望離開了迷 如果為了離開迷 而抓住了覺呢 那好是好了 你不會迷 可是呢 不是真正的佛道 不是究竟的佛道 好 望跟真也是一樣 好 離開虛望 希望呢 能夠看到真實 把握 掌握住真實 緊緊的抓住真實 不要再過虛望的那個日子跟念頭 把虛望放下來了 這也是好 但是呢 它還是最究竟的好 無傷的佛道呢 是要把真跟望的都能夠不執著 迷跟絕呢 通通能夠放下 不受到迷跟絕的影響 超越了真 望的相對 這個才是產生真正無肉的智慧 才能夠實證 真正的究竟的佛心 那這樣子呢 才算是完成了佛道 如果呢 你是今天第一次 或者是呢 最近才開始來聽壇經 可能沒有辦法了解我們 剛才今天要講的這個內容 特別是現在講的 迷 要離開 但是絕也要離開 旺要除 真也要除 這到底是怎麼樣呢 那這邊呢 我再簡明跟大家說明一次 佛法的三個層次 就是我們對佛法的吸收了解 還有在佛法修行時間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 有善有惡 我們要依據佛法 佛法的內涵 佛法的意理 來分辨什麼是善惡 這跟世間的善惡 可能是不同的 不一樣的 我們以佛法為基劇 真正了解佛法 知道什麼叫善惡跟惡 知道善惡以後呢 叫修善 行善 修善 就是你知道了什麼叫善跟惡 而去呢 去分別以後 從你的行為來實踐善的行為 這個行呢 實踐 就是從你的行為當中 你的深的行為 口的行為 來實踐善的法 離惡是知道是惡 我們要離開它 那進而呢 能夠止惡 斷出了 斷出了惡 這個 就是一個不短的 不短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是修行的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層次 知道什麼叫善惡 然後呢 不是腦子知道 而是在我們生活中 我們清清楚的當事情發生的時候 自己 別人 或者是呢 一個比較 複雜多人 牽涉多人利益在裡頭的 你能夠明辨善惡 明辨善惡 能夠內心 可以依照佛法善惡的標準 來做 你的行為 你接著採取的動作 你的講話呢 是根據佛法的善惡來行 不是知道善惡 但是你行的時候呢 又來另外一套 沒有跟著佛法的善惡來行 你如果那樣子的話 你可能也沒有在修善行善 你大概也不可 不會止惡 禮惡了 所以 知道了清楚 能夠辨別什麼是善惡 我覺得就不一定是那麼容易 你知道佛法善惡是什麼 你還能夠真的按它來做 做人 做事 處理事情 能夠按照佛法怎麼講的 你就怎麼做 你就怎麼樣過你的人生 這個真的是 這就是行 實踐 我們復在這個階段就已經要非常非常的努力了 第二個呢 你因為一直在行善 一直在行惡 有惡的 惡的行為念頭出現的時候 你就離開它 不再去造惡 不再去追隨惡的念頭 所以呢 惡感覺了 不再產生了 這個時候呢 你所有做的事情就是善 那你腦心裡面呢 有沒有善的觀念 有啊 因為你知道這個惡絕對不能做 慢慢慢慢你惡越來越不做 惡就斷除了 根本在你心中 你的行為不會產生 你的心理的念頭不會產生 你心裡的念頭 你的行為都是什麼善 那這已經不容易了 這已經是不容易了 你的身心裡面沒有一些任何污染 惡的東西 那第三步呢 行善 而不以為有善 那當然也沒有惡了 就已經超越了善惡 這個就是佛 他本身已經沒有任何惡的東西 但是也沒有所謂要根據善這樣做了 他本身已經完全完全展化為善了 那這個時候有什麼善跟惡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佛了 那佛呢 慈悲呢 他是沒有條件的 只是為了眾生 幫助眾生 度眾生 菩薩呢 有度眾生 知道眾生 眾生看到眾生的苦 慈悲眾生 要度眾生 這個是菩薩 那佛呢 有眾生也好 沒有眾生也好 反正是有需要 他就給他了 他不以為是度 那在眾生 在其他人看來呢 這個是一個度 一個幫助的行為 但是佛本身沒有覺得 就覺得就是自自然然這樣 所以心中完全沒有關愛 那這個就是佛了 那佛的層次呢 他更超越了這個菩薩的境界 那菩薩的境界 心中還是有眾生 還有要度眾生的這個念頭 度眾生的這件事 所以到佛的時候 所謂的真妄 善惡 迷絕呢 這些都沒有了 都不存在有這樣的一個相對的 也就是說 離迷離絕 離真離望 這個就是佛的層次 第二個層次呢 菩薩 知道有眾生 看到眾生受苦 想要幫助眾生 度眾生 為了度眾生 而度眾生 佛呢 有眾生也好 沒有眾生也好 反正要需要就給了 然後也不覺得有什麼任何的掛案 心中沒有眾生 也沒有說他在幫助眾生 也沒有說做了什麼事 這個就是超越了 迷絕 真妄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那 諸位知道自己現在還在哪一個層次嗎 所以我們要腳踏實地的來做 那下一個 常念修行 是願立法 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 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這簡短的幾個字 就是總結上面的四紅誓言 前面呢 我們講四紅誓言呢 是明白四紅誓言的內容 然後呢 六祖慧能大師呢 又讓我們更深切地看到 這個四紅誓言 不是向外發的 其實都是內心 內心的一個消融 而且是從自性 自性當中 自性當中去消融眾生 自性當中去消融無盡的煩惱 然後呢 跟你的自性相應 自性成佛道 自性可以自覺 然後呢 再能夠覺得他 絕無用的法 絕無用的法門 去幫助其他的人 讓其他的人也能夠自覺 那我們發了四紅誓言 有利沒有利 有願 但是也要有利 所以才叫 才能夠成就願立法 那怎麼樣能夠 讓這個四紅誓言呢 不是發個月 念這四句話 而且真正的 他變成有力量的 有力道的 有能力的 這叫 第一個 就要常念 心裡面時常念著 要記著 我是已經發了四紅誓言的人 我已經發了 要 度我內心中 無量無數的眾生 要斷除我內心 無量無數的煩惱 然後呢 學習這些法 來對此心中的煩惱 最後成就無上的佛道 然後呢 再用種種的法門 來幫助其他的人 當你常常記得 我已經是發了四紅誓言的人 這個是我的願 然後要照著什麼 四紅誓言去修 照著去行 照著去做 我發了這個四紅誓言 不能發空願 那我們 那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做人 我們的做事 有沒有跟這個四紅誓言 有沒有跟我們發的願 是相應的 如果你發的願是願 你做的是完全一套 你怎麼會 你的願怎麼會成就 怎麼會實現呢 不會的嘛 那那個願是沒有力量的 你發了這個願 你要照著這個願 照著這個方向去做 去走 去實踐 你才會圓滿你這個誓言 你才會什麼 能夠成就你這個願 達到你這個願 你所發的願 這也是一樣 你說 我要成為一個物理學家 好 發一個願 做一個夢想 你所有做的事情 都跟你去學習物理 了解物理 研究物理 實驗物理通通沒有 你怎麼會成為物理學家 你要去學嘛 讀嘛 然後真正的實驗 要去做啊 你對物理的那個 才會深入的了解啊 沒有照著他去做 做了以後 到底做對做不對 要去核對一下 要去檢視一下 那如果 怎麼做起來 沒有是佛法理念 啊 講的那個那個 那個結果 是哪裡呢 哪裡有了偏差呢 就要去修啊 修正一下 這樣才會 才會怎麼 跟你的願 是同行 同往的 同向的 同一個方向的 所以這個非常非常重要啊 四紅事願 能夠真正的實現的時候 願立法 第一個 發願 第二個 心理要念著 記著我已經發了四紅事願 你不能四紅事願 每天做了早課 做一遍以後 他就拋在腦後來 那二十四小時的時候 在面對他 唸一遍 唸一遍馬上就放下 心理要記著 我已經是有這樣的願心 因為你記著 你就會呢 引導你的行為 生活的行為 就會向那個方向去 就跟太陽一樣 你家裡的那個盆栽 你把它放到向陽的地方 欸 陽光 葉綠樹 它就會引導他這個那個方向 所以這個念心念很重要的 很自然你的行為 就會 就會符合往那個方向去做 然後行 就照著四紅事願的內容來做 然後這個 我不想跟他在一起 我不要跟他相處 有他就沒有我 在渡水啊 自己都渡不了 要常常按照四紅事願製作 然後呢 要常修 修正 調整一下 這個 你做了以後呢 欸 心理念著 你 你沒記得 忘了 你怎麼會行呢 行了以後 行的結果是怎麼樣 所以你就要來review reflect 就要來觀照 要反思 對自己 欸 要有一個觀照 欸 那就做一些調整 欸是不是這樣 自己覺得是這樣 欸怎麼做起來好像不太一樣 所以你就調整 調整以後再做了時候 是不是就更好 這個就是強大的 這個願力 所有菩薩 你們都在這四個階段的哪裡啊 如果 如果如果都是在第一個階段 你要趕快往前走啊 哈哈 不要只在第一個階段喔 一定要 心理要念著 知道自己 然後做的行為 你要做出來 然後還要回過頭來 欸 哪些要調整 我們不是一學就會的啊 一做就可以做的 做到 做到 做到佛菩薩 我們還沒有嘛 所以也要 常修喔 那就是 無窮的願力 就成佛的力量 是這樣來的 好 不要只有在第一個階段而已 好 這樣就會有 無量 無盡 的力量 是從內心 產生的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有非常 非常強大的力量 要知道怎麼 引發他 讓他能夠增長 所以成了 願力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我們往往都停留在第一個階段 所以 我們的願好像 感覺自己的願好像 很很 力量很小喔 有一點powerless 那就是因為說 後面沒有記住 後面一定要把它貫徹下去 好 接著呢 我們進入歸一三寶 善之士 今發四弘誓願 剛才我們 前面已經發了四弘誓願 那 接著我們要受 無相三歸一戒 善之士 歸一絕尊 歸一正 禮禦尊 歸一生 眾眾尊 兩足尊 禮禦尊 眾眾尊 這個是對佛的一個 尊定的稱號 世尊 兩足尊 極禦尊 眾眾尊 世人之上 世人中最尊歸人 從進去稱絕為師 更不一 歸一邪魔外道 以自信三寶 常自證明 勸善之士 歸一自信三寶 以絕為師 好 這個也是 在六座壇經裡面 比較特別的 比較顯著的一個叫法 好 我們先來看 四弘誓願 我們已經發了 也學習了 怎麼樣能夠 有願力法 實踐這個願力法 接著要說 五相三歸一戒 無相三歸一戒 三歸是戒嗎 這邊為什麼講三歸一戒 那無相的三歸一 跟有相的三歸一 又有什麼不同呢 好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那個 為什麼三歸一戒一戒 是戒呢 因為歸一佛 我們就不 不歸一外道 不可以歸一外道的神 是不是 正信的佛 那你 不需要 也不可以 去歸一外道的神 那 歸法 你就 不可以去歸一外道的經典 外道的理論教育 因為呢 那是不究竟的 不透徹 那你有最好 最究竟 那為什麼要 去 依附呢 那個不圓滿 不足的 可能是有肉的 可能甚至是油染的呢 歸一身 歸一身 也是一樣 外道的徒眾 外道的宗教師 所以這個是什麼 歸一佛法身 是正確的 最好的 不可以歸一的呢 就是防止自己走入歧途 防止自己呢 可能 有了污染 可能呢 有了邪於污染的一個行為 或念頭 所以 這個叫戒 這樣可以了解 這樣一個說明 所以三規本身就具備著戒 就是 指惡 指邪 指魚迷 然後呢 是善 是最好 最究竟 最有滿的 這個意思 第二個 有相 三規一 跟無相 三規一 我們先來看 三規一是什麼 規一三寶 佛法身三寶 那有相的 有相的三寶是什麼 有相的三寶呢 從歷史上的角度來講呢 我們這個說法世界的 本師釋迦牟尼佛 他就是在2650年前 在印度出生的 印度的一個王子 後來修行 來成佛了 這個是我們說法世界的佛 那釋迦牟尼佛呢 他也介紹給我們 十方 東南西北上下 十個方 都有佛 三四呢 也有佛 過去有佛 現在有佛 未來還有無量的佛 會成佛 我們知道 西方有阿彌陀佛 東方有要師佛 阿楚佛 對不對 我們拜八十八佛 有八十八尊佛 我們也知道 我們現在所處的 賢節有千佛 在釋迦牟尼佛之前呢 有過去的七佛 對不對 七佛來 那未來還有無數 無量的佛 要成佛 法華經裡頭 釋迦牟尼佛 不是授 授記了很多嗎 很多的 其他經典裡面有授記 菩薩 成佛 什麼時候成佛 然後呢 法華經裡面有授記 他很多的弟子 比丘寧 龍女都可以成佛 未來呢 有很多佛 佛名是什麼 叫什麼什麼如來 他的佛國 叫什麼什麼淨土 都已經有說的 有介紹了 那我們現代呢 從現代呢 現代的人 我們以佛的 像 形象 可能是銅術的 木雕的 也可能是畫像 也可能是 玉石的 雕塑的像 來代表佛 來意念這佛 那法呢 法呢 佛陀在世的時候呢 印度人 記憶力都很強 所以就是 口說 口傳 就是傳述給其他的人 所以當 釋迦牟尼佛 圓起以後呢 三個月之後呢 大家是召集 五百羅漢 將佛陀所說的法 把它結集起來 佛陀在不同的地方 對彭的人 不同的藝人 所講出的 種種的法 把它結集起來 因為每個人都 聽到一部分 就把它結集起來 然後一直到 西元前 一二世紀的時候 慢慢開始 有原字的 一個記載 那個時候最初呢 是葉 用一種植物的葉子 然後把它洗啊 曬乾啊 然後把它在上面 那後來呢 有所謂的木科 拓印 也有石科 然後最後呢 紙張名 印刷書發明 有紙本 我們現在當代呢 有C-Beta 無論在哪裏呢 你都可以 算不算是虛擬中的一個產物呢 虛擬世界 有電子的否典 也有PDF的檔 電子檔 也有online 我們 那個都是一個宅具 流傳的一個宅具 那我們現代呢 這些佛典 佛所說的法 還被翻譯成不同的語文 不同的文字 從佛陀時代的梵文啊 巴黎文啊 東傳以後到 漢地 變成 中國的文字 日本的文字 韓國的文字 越南的文字 然後呢 流傳到 西藏的呢 就有藏文 泛文巴黎文呢 還是保留著 那今天呢 更被翻譯成了更多的文字 到了西方 無論你是從巴黎啊 藏傳啊 漢傳的文字 現在他們通通翻譯成了什麼 英文 北美地區 在歐洲地區呢 英國那邊呢也是英文 德文也有 瑞士呢 有瑞士 瑞士德文 然後現在呢 還有克羅西亞文 因為我們師父有一個法子 在克羅西亞 他們也翻譯了師父非常多的著作 一本一本書 所以翻譯成呢 各國的不同的文字語文 然後也不同的形象來出現 那這個法呢是代代傳 已經兩千六百五十年了 而且是無論你是講什麼語言 無論你是吃什麼食物 無論你的膚色是怎麼樣 你用什麼語言文字 都是我們大家修行的共同的依據 這個是法 生呢 在佛陀時代 佛陀生物 他就先去度了 那個五個追隨他的那個四者 跟他一起 那個就是最初的生團 就是比丘 後來又說了尼仲 所以佛陀時代呢 跟著他一起修行的那些弟子呢 就是比丘比丘年的生團 也是代代傳承到現在為止 那我們現代呢 像我們法國山有男女 男女 男女中的生團 比丘比丘尼 沙明沙明尼 為什麼佛陀時代成立了一個團體 我們這些人呢出家的人 沒有血緣關係 沒有家族宗族的關係 沒有地獄的關係 我們住在哪裡 完全沒有關係 能夠聚集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一起做事 一起學佛一起修行 一起去對外推展 請問大家 你可以想像到嗎 好 諸位 你們家庭 現在還是小家庭 比較容易一點 以前大家庭更複雜 家族 能夠代代相傳 保持著原來有的精神 保持著原來有的精神 原來做的事情 現在你們家族企業 不知道能夠傳多少代 能夠傳個兩千多年嗎 好像困難 而且還有血緣的關係 請問 諸位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想過 生團 生團的建制 生團的存在 是怎麼樣 可以保留下來的 不僅是我們今天漢傳 韓國也 日本不是沒有 有少數 藏傳也有 南傳也有 他是怎麼樣的 能夠不斷絕 這一點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佛法注釋的 正法能夠流傳的一個最主要原因 因為生團 依律 依著戒律 來過清淨的生活 這一點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生團存在的一個價值 生團的可貴 一個能夠主持正法的一個生團 他一定必定是遵守戒律的一個親淨團體 唯有這樣子才能夠長久 正法才能夠久住 好 那無相的三法又是無相的佛在哪 哇 哇 有沒有很嚮往 無相的法 無相的身 那我就不要一次要去 要去到有法師的地方 無相的身 無相的三保 無相的三歸一呢 就是說 我們的本性 就具足了佛法身三保 就具足了佛法身三保 我們本身 我們每個人的內在的本性 就具足了 佛寶呢 就是覺 就是大悟徹底 悟到什麼 真實的佛 就是以界定慧 解脫 解脫之見 能夠成就這五身 五分法身 這個功德 就是佛的身體 並不是說 並不是說 要有一個什麼一定的樣子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有好相莊嚴 外表的一個形象 而是佛 而是具備了這佛的功德 這功德身 所以呢 是無相的 五分法身 就是什麼 界定慧 對不對 解脫 解脫之見 的功德 解脫呢 就去除了我之 解脫之見 不再受法之的 一個 一個左右 一個condition 成就了這五分法身 這個是內在的功德 那無相的法呢 就是正法 正確的佛法 也就是正道 這個就是一種 正確的 最真正的一種觀念 而不是有一個什麼具體的東西 在那邊讓人家可以看得到的 那不一定是經典 而是一種觀念 因為正確的觀念呢 然後讓我們行為呢 做出來的行為都能夠合乎佛法 透露佛法的一個原則 這個就是法 它沒有一定一定什麼樣的形象 沒有一定什麼的一個東西 但這個觀念 是有力量的 它會 它會指引你的行為 然後呢 未來的結果 未來的結果 這個就是自信的法 身呢 就是我們 三頁能夠清淨 身清淨 心清淨 與清淨 好 法寶呢 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我們有正確的觀念 佛法的觀念 但是我們如果用 外道的一個技術外道的一個方法 請問那是正法嗎 好 請問是嗎 請問是嗎 大家沒有人 如果 比如說 像 基督教 天主教 他們很多的 紅傳 弘揚佛法的一個方式 還有用了一些工具 那這些都不是印度傳來的 印度的時候都沒有的 而是學的什麼天主教 基督教他們的傳播的方式 那我們今天佛法 佛教裡面不是也是用 學習他們這種 一個方式嗎 雖然這個東西呢 這個工具呢 這種技術 算是他們在用 但是我們從他們學習 用來弘揚佛法的 那這個呢 還算是正法 因為我們傳的內容是佛法 而不是傳的外道法 非佛法 最真正的法呢 說無像 就是他沒有一個固定 不變的一個形象 但是他的原則 他的內涵 是有的 是確定的 那如果今天相反 外道呢 以外道的觀念 心態 但是用了我們的技術方法 請問是正法 還是外道法寫法 對呀 比如說現在很多人 把佛教的一個禪修啦 禪坐啦 還有佛教的一個用語啊 什麼什麼 執著啊 自私啊 解脫啦 自由啦 這些用的 這些詞也拿去用 慈力啊 loving kindness 這些詞都佛教的用語用詞 他們也拿去用 也教人家 內心要放下啦 不要執著啦 都是 這個是 都是把我們這些的 一些用語啊 一些技術方法拿去的 好像似水而飛 這個呢大家就要小心注意了 不要被魚目混住啊 要辨別清楚 很多啊 幾年前 幾年前 好多年前 那個美國非常暢銷的一個書 我已經記不得叫什麼 那書的封面 書不厚 是pocket size的 比pocket size再大一點 還蠻精裝 面是紅的啊 有個心還是什麼 裡面講的用詞 很多都是佛教的 但是他弘揚的不是佛法 是外道法 是外道法 因為他跟空 無我 苦空無我 無常不相依 他裡面還是在講常 還是在講我 這個就是佛法不相依 所以大家 大家要這樣辨識知道嗎 不要說啊他也是教人行善 他也是教人要放假 他還是教人不要執著 來你跟我去聽 聽聽聽聽聽 等下走入 走入外道了 走上真道 所以自己這個要能夠 要能夠識別 好 嗯 所以這點很重要 那 申寶呢 申口義三頁清淨 申口義三頁清淨 三頁清淨 怎麼清淨呢 就是要嚴禁畢寧 畢寧呢 是中文 它的梵文叫Vinaya Vinaya呢 它就是 就是比丘啊 比丘寧的生活 規範的境界 我們有五界十界 然後Vinaya呢 比丘有250條 比丘你有350條 這個呢 就是我們生活的一個規範 有些不適合的人做 然後如果犯了呢 它有一個懺悔懲罰的 一個規範 然後讓我們能夠恢復到清淨 這並不是說 我們一進入生團 成為比丘比丘寧 我們就完全親近了 然後 不可能說 我今天是居室 我明天呢 我剃度了 再過一兩年 我受了大絕居主界 我就完全變了一個親近的人 大概不可能 但是呢 我們是受了居主界的人 居主親近界的人 然後呢 我們也在親近的團體裡頭 生活 那這個都是有像 去族的親近界 還有一個親近的生團 但是因為在一個親近的團體裡頭 而且依照著Vinaya過生活 所以能夠有一個親近的生團 那這個是有像的 那如果我們每一個人 能夠在我們身口一三 三頁上 也能夠按照這個樣子 來修 修剪我們的身口一的行為 也能夠讓我們身口一三頁 慢慢慢慢親近 親近與親近 這個呢 也就是聚足了一個身保的功德 這個就叫無像 所以 就是表示我們呢 修行我們的身口一三頁能夠親近 這個就是無像 這個是無像 這樣大家可以了解嗎 這個無像是跟我們本 我們內心能夠相應的 但是我以前不知道 所以知道了佛法以後 按照這樣做呢 我們就可以能夠見到自己的自信 就能夠大悟徹底 絕了 現在來請教大家了 有像 有像戒容易受還是無像戒容易受啊 你們說呢 你們說呢 有像戒容易受的請舉手 因為反正有受沒受沒人看得到 這是有像戒比較容易受啊 因為你有像戒你受了以後 你犯了戒你知道你還可以忏悔嗎 不親近就忏悔嗎 忏悔以後就親近了嗎 那無像戒呢 無像戒你只能親近 你不能不親近 而且要永遠都能夠親近 那如果你能夠受到無像戒 能夠說好無像戒 你其實就已經不需要不需要受有像戒 那如果你做不到無像戒 你還是要從有像戒開始 從有像戒一步一步慢慢慢慢 那個不親近的少了 看是不是能夠你的身口的行為 都是親近的 那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受無像戒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 一定要大悟徹底的人 能夠受無像戒 那譚經在這邊說 它是一個直接的說法 就是不要讓我們受限 虛擬於有像 從有像 有像修到好修到人嗎 還不是最究竟的 要從有像能夠進入到無像 那個才是最究竟的 所以在這邊呢 它把它點出來了 因為你有像呢 你把它做得好 會產生什麼 你就會執著像 是不是 有一些人他比較重戒律 他對戒律也很重視 那個是每個人特質 有些人是從律 有些人是從法 有些人是從信 信性 有些人從戒律 他對戒律就非常重視 自己對自己也非常嚴格 要求的用 所以只要跟戒律呢 有一些固定和有一些違背的 對他來講就更嚴重 所以他對別人也是這樣 他就變成什麼 執著像 所以你不符合戒律的所謂什麼 喜厭惡的心 討厭的心 甚至有時候會懲恨的心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有像做得好 還是有它的局限 最究竟的還是要無像 那這邊呢要提醒大家一下 雖然慧能大師他在講無像戒 請問他自己本身 是不是成為一個比丘 受了比丘戒以後 他才給人家受無像戒 所以他自己本身也是受有像戒的嗎 不要因為有一些人可能呢 不希望歸一三寶 又不希望受到有像戒的一個約束 他們說壇經裡面講無像歸一三寶 那我就不要歸一有像的三寶 他歸一無像的三寶 他也不要受有像的戒 他認為他可以去受無像的戒 無像的三寶 所以這個是非常錯誤的 不要這樣認為 一個普普通通的人 我們還是腳踏實地的去做 不要認為說修壇經裡面這樣講 那就無像修壹修自己 變成什麼無像的佛寶還是聖寶 那這個就是一個黑白顛倒 是一個妄語 這個不好的 所以這點大家要清楚 一定是從有像做的好為基礎 那這邊呢一樣的 你要修有像三規一 還是無像三規一 可以瘦無像三規一 不瘦有像三規一嗎 可以啊 如果你已經是大悟徹底的人了 那我們離得還遠 所以腳踏實地 一規模作 善知識歸一覺兩族尊 歸一正一遇尊 歸一盡中尊 這邊呢 他就更進一步講 無像三規一的內容 剛才已經跟主委先做了一些說明 歸一覺兩族尊 兩族尊是什麼 覺是什麼 內心的徹底的覺悟 大徹大悟 那就是什麼 佛的果位 就成佛了 兩族尊呢 是指福德圓滿 智慧圓滿 那福德圓滿 一定要什麼 修慈悲 要廣結善緣 要普度眾生 要幫助很多的眾生 你對自己好 你有什麼福德 沒有啊 你只有對別人好 才有福德 照顧別人幫助別人 才有福德 所以他一定是慈悲心 而且要廣結善緣 智慧圓滿 是什麼 自己 對自己 要自己所有一切的煩惱 初衷的煩惱 玩戲的煩惱 全部斷鏡 那個時候呢 大智慧就現前 這就好像天空中啊 有太陽 有雲的時候呢 太陽不能夠全部的 顯現照到大地上來 那天上一點點雲都沒有的時候呢 太陽可以百分之百的照到地球上 那如果天上通通都沒有雲呢 我們的地球呢 就處處都是陽光 那這個就叫福德智慧圓滿 如果有一點點的福德還沒有修成 有一點點的煩惱還沒有斷除 都不能叫做兩足尊 這些都圓滿了 那就是什麼 成佛 佛的果位 第二個 歸正 以御尊 以什麼御 正呢 正是講正法 心 能夠跟正法相應 跟佛法相應 你要離 遺 遺 遺是什麼 污染的 污染的遺 對不對 我們一開始都知道 我們的五遺啊 六遺啊 都是煩惱的 污染的 所以要離 什麼 污染的遺 親近的遺 有沒有 親近的遺 要不要離啊 奇怪好像螢幕都被 都被 Frozen 第一個 凡夫 要離開五遺 五遺 五遺的煩惱 五遺是什麼 色香 深味 醋 這些都是從哪裡來 好看的 好聽的 好吃的 不好看不好聽不好吃的 那個 不舒服的 這個時候什麼 受到欲望的 這個牽引 喜歡的就抓 喜歡的就那個 不好的不執著 不喜歡的就不要 就推開 這個就是非常 強烈 我的顯現 人家 人家不好的也不妨礙你啊 人家也沒真正不好啊 這個東西在那邊 有什麼妨礙 沒什麼妨礙啊 你為什麼一定要吃 吃著 吃著你 口裡面覺得 喜歡的 腸胃裡面覺得喜歡的 其實 其實那個吃的東西 就只有在口腔而已 你下了食道以後 完全就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 這個就是什麼 我 我喜歡 我要的 這個是從 最初的 就從五慾中顯現 這個是欲望 這個五慾還在的時候 它就是帶我們 是什麼 探稱吃 絕對就是無緣的 你已經跟正法 佛法是不相應 第二個要斷什麼 我們所謂的法治 離開對佛法的執著 也就是說什麼 對清淨境界 清淨的果位 涅槃境界的執著 是不是 要離 被五慾污染的那個欲望的牽引 執著 也要離開什麼 對清淨地球 這種執著 很草很辣的時候 你就希望很安定 很清淨 不要有任何煩惱 不要做任何事情 一個對清淨的 這個是不是也是 你想要離開煩惱 斷除煩惱 同時 清淨 執著 用直 用涅槃 來驅除五慾 然後變成對清淨的一個執著 這是不是也是一意義 對不對 染污 清淨 染淨 這也是相對的 所以能夠 這兩個 慾望呢 都不執著 這個才是 才是真正的 跟佛法是相應的 凡夫呢 在追求五慾 所以要 要離開五慾 是世間法 煩惱的這個境界 然後同時呢 你要對 涅槃的境界 清淨的境界 你要能夠 不要執著 因為你執著 清淨的境界 涅槃的境界 就是什麼 你不要離開那裡 修行修行了以後 就被希望到人間來度眾生 這個就是 二聖聖者的 他們所執著的 他們修到涅槃 修到那個 初三界的 他喜歡停留在那個境界 他就不再來人間了 因為他追求的 菩薩 正到那個境界 但是呢 他不執著 所以還會到人間來 來幫助我們 來教導我們修行 來教導我們佛法 那還好有菩薩 我們才得救 如果我們都修那個涅槃境 那後面都沒有人了 後面的人怎麼學佛呢 所以 這個是一個 要離開凡夫的慾 能夠出生死 不受污染 能夠清淨的涅槃 那還要更進一步呢 能夠 離開五欲 不受生死的困擾 又能夠 在五欲的城市中 廣度眾生 他們正得的那個境界呢 還可以 在自我 不受五欲的影響 能夠幫助更多的眾生 這一點對我們來講 這個收穫世界眾生 真的是非常非常受用 我們得到很多的利益 歸一禁 重重 尊 那這個禁呢 是指清淨的意思 就是我們身口與三頁清淨 我們原來呢 是希望到場去 有一個清淨的場合 清淨的團體 聽清淨的事情 修清淨的心 跟著 法師 清淨 做清淨的事情 讓我們 在道場的那段時間 身口與清淨 常常出了道場 也許可能還保持時間 幾個月 很久沒有去道場 會有很久沒有參加修行的活動 感覺自己的 身口與三頁 好像比較沒有那麼清淨 嗯 我們自己身口一三頁 怎麼清淨呢 怎麼清淨呢 如何能夠做到這樣的清淨呢 當然 從慈戒嘛 慈戒開始嘛 慈戒就是不禁的 惡的染污的事情 不做 慢慢慢慢的修 這個慈戒持得好 一定跟你同時修訂修會是有關係的 他一定是相輔相成並進的 能夠這樣子呢 你慈戒才會就得好 如果三頁能夠清淨的話呢 一定會說大眾的尊重 大眾的供養 因為他們歡喜看到你非常歡喜 看到你非常的歡喜 因為你為什麼三頁清淨呢 你就不會受什麼慾望的一個左右 一定是無慾的 無真的 你要口清淨一定是無真的嘛 對不對 你口夜清淨一定是語言無真嘛 然後你不作惡是沒有念 沒有不好的念頭 所以你一定會受到大眾的歡喜 大眾的尊敬 大家也會樂於清淨 也會供養你 那這個呢 就是清淨 所以能夠受無相三規一界的 這個已經是不是普通的人了 而且也是斷了煩惱的人 在學行菩薩道的人 所以希望呢 我們有一天 我們知道 真正的三規一 也是體現在我們的自性當中 我們的本性 讓我們能夠把內心去下功夫 真正做到的無相三規 那接下來他就要講 無相三規呢 要怎麼受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下面這一段我看 可能還會要 可能還需要 需要個二十分鐘 十五二十分鐘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好了 已經過了十二點了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